你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在一个读不出来的词了 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读不出来你就过 你就不管它了 你别在一个 你读不出来的词 花那么多时间 刚才花了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在一个不会读的 沉浸 你不用这样 好事的时候哪个词 读不出来就过 因为你这样花了四分钟的时间 没有必要吧 没有必要的 但是今天因为看手机 有点是太小了 所以有可能是太小了 所以就读了就 OK 第五第六题 说吧 第五 请介绍一下你是 怎样安排 月余时间的 中国有据宣伐理论 每个人都有 二十四个小时 但 二十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 就会睡觉 八个小时 用来工作 然后有八个小时 每个人 都用不同的看法 但在八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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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小时 会 会 后来八个小时 后来八个小时 决定谁会得到了成功 有个人 用 月余时间 有个人 用月余时间 就阅读 另一个 会用 玩游戏 玩游戏 跟朋友 去聊天 但是 如果 我们 可以用 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业余时间 你 中国有趣 先把理论 前面开头 ok了 现在说自己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等一下 刚才你说到 有人用月余的时间 去阅读 有人用月余时间 去跟朋友聊天 那么我呢 你必须得说 那么我呢 那么我 那么我呢 之前 在 在 在大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时间 那么正位 所以 浪费 很多时间 浪费 很多时间 那现在 我 那现在 每一刻 每一秒 对我来说 很重要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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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查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用 粵语时间 所以 如果有时间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 现在 我是人力资源 所以现在 工作 我是人力资源 部门的 员工 或者是我做人力资源 工作 不是我是人力资源 不是我是人力资源 我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 但是 但是现在我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 所以 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用时间就学汉语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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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英语 因为 现在 它是我的目标 所以 嗯 偶尔 或者是有时候 干嘛 因为你不可能是 所有时间 都在学习汉语 或者是英语上 对吧 所以偶尔有时间 偶尔如果 在 嗯 紧张的时间 或者 工作 压力太大 我会 听音乐 或者 嗯 或者 嗯 跟 朋友 去 咖啡店 嗯 嗯 让 那 那 就是 我安排 业余时间 嗯 OK 第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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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 大学毕业 是应该 自己专业 还是 进 公司 工作 为什么 嗯 这个问题 很有趣 如果 我有 父母的 帮助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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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找 一个 产品 然后 自己专业 但是 是 等一下 注意一下 你的发音 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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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声 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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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 发现 当 呃 呃 呃 你认为 啊 当 我 知道自己 呃 呃 所以,自己的缺点,和还不够能力,就还不够能力,能力还不够,所以我选择去找合适的工作, 合适的工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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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后过一段时间,积累,积累,积累,够了,我会,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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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在这边没有问你 问大学生 那你觉得呢 这没有问你 这说的是大学生 大学生 那什么样的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创业吗 创业有什么条件 除了刚才你说是父母给钱之外 那么除了有钱之外 创业还需要什么 创业还需要 经验 经验 或者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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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的梦想 你有梦想 你还记得之前 咱们学过一个叫 年鱼效应吗 年鱼效应 还记得感冒效应吗 记得 那么就是 钉鲨鱼 就说挪威 这故事是什么 就说挪威有 一艘船 这艘船里面的 他们 带回 带到 带回来 都是活的 钉鲨鱼 然后大家都很吃惊 因为 钉鲨鱼是 但是很容易死掉的 但是那艘船 为什么就是有 活的 鲨鱼 后面呢 船长过世之后 他们去找 原来在里面 有一条 鲜鱼 这条鲜鱼 在鲨鱼里边 所以鲨鱼很懒 他们但是 他们害怕 他们要活着 所以他们就开始游 那么他游了 他就活下来了 所以 你要创业 你必须得像那条鲜鱼一样 你得 去 带动 其他人 该怎么做 所以不是每个人想 创业都可以创业 而且 都可以成功 现在可以说 之前说的是 十个 创业 的人 就有九个死 九死一活 但是现在他们说 不是九死一活 而是 九点九死了 十个人有 九点九个人死了 这些创业者 因为创业不是那么 简单 想创业 首先你要有 这个 刚才你说的是没错 就是经验 除了经验之外 有这个头脑 你要有头脑 像刚才你说 你知道你自己的优点 你的缺点 你不能创业的缺点 是什么事太善良了吗 你刚才说的 我知道我自己的缺点 对 那个缺点是什么 会让你不去创业 出血很差吗 我还不去创业 你不去创业 你不去创业 钱赚了太多了 那么自信 还有 害怕失败 害怕失败 怕失败 还没有找到 我的爱好产品 想卖的产品 OK好 来 今天老师先把这份视频给接掉 然后后面 后面这段 前面这段话老师没有放在网上 但是后面就可以了 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这段我们